没有想到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走过 可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在那条走廊的场景 很恐怖 帅帅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周公讲鬼之行行又见鬼的拍摄现场 我其实是带着一颗非常诚挚的心 我的福都带来了 所以我们要来现场问一问演员们 看一看说他们有没有 以前发生过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或者是拍鬼片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好 欢迎两位 嗨 你好 我是尹庄 你好 我是瑞琪 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两位 这一次在故事里面的剧情是怎么样 在故事里我是医生 然后我就是吃晚饭的 我晚上的时候就肚子疼到 我就会来便利商店 然后就看到她 然后我就会看到小小的我 在小小的便利店 当小小的售货员 所以对她来说 我们是一见钟情 是 真的假的 对 然后我会一个不小心跌倒 然后掉入她的怀里 很有默契耶 真的跌倒 欢迎重庆哥哥 明月好 大家好 这个是第二季度了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就是跟第一季度比较起来了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季的时候呢 我读那个剧本 我就一次过十集就读完它了 但是这一次哦 我读到第五季的时候 我把剧本盖起来 我真的等了大概两个星期后 我继续再读的 因为很恐怖 很恐怖 第五集是谁的故事 让你觉得这么害怕 子杰的 OK 你大家听这三个字啊 OK 纸扎店 然后呢 子杰呢 是在纸扎店里面工作的 你知道纸扎店就是有做那些娃娃吗 对对对 她就把其中一个娃娃 做得很像她喜欢的那个人 她是不喜欢她吧 她是想害死她 那有没有这部剧里面 是谁跟你第一次合作的 没有 都有合作过 你跟星妮有合作过吗 她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碰上了 但是演戏没有吗 演戏啊 没有 我这次也没有跟她对戏 Everybody 欢迎新加坡最红网红 小星妮 Hello everybody 我是小星妮 最红是因为衣服很红 对不对 对 因为你现在在这部剧里面 演的就是个网红 没错 有多少支持者 很少 而且订阅者一直在调 所以我们为了要提高的收视率 我们就勇敢地要去探鬼 我只有一不小心被鬼探 我听说这是一部 你最不想要拍的剧 其实我很怕鬼 我就是那种鬼戏也不看 什么有关鬼之类的东西 鬼屋我也不会去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想找我拍鬼戏 可是我长得像鬼吗 不会啦 可以接快一点下一次 直到会接拍这部戏的时候 我对什么东西都有点战战兢兢的 为什么 只要有人在我旁边走过 我就会一生一归 怎么办 那你觉得拍鬼戏跟其他的剧有什么不一样 拍鬼戏其实我更害怕的是那个惊吓表情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我们看一下你可不可以过关 因为今天你第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给你一些评语 你在转过去 好尴尬哦 我不要转过去 我直接来 来 三 二 一 好 尴尬 OK 有听到吗 就这样子过了吧 我们现在在一所废弃的学校 我们现在在一所废弃的学校 然后到剧组真的非常专业 把枯葉布得满满的 我还要拿个自白棒去探领 我现在很怕 但是幸好我还有一个队员了 今天我们一定会做到不一样的事 这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 真真假假 我不知道 我的心脏越来越没有力了 不知道怎么能沉到之后 我超容易分析 可是可能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蛮自然的吧 就是我一直在观察室中 问题就在于 我在心里面是很大胆的 拍这种鬼戏 其实还蛮紧张的 因为它有很多内心的独白 就是当你听到声响的时候 你就要吓跳 然后要到处看 眼神都是戏 手脚啊都是戏 当演员好难喔 许悦琪 对啊 我爸等下7点你们受不了功 对 真的 幸福也好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 比如说额头要露出来啊 蛤 有吗 没有听过啦 我觉得只是 到片场的时候就是拜拜这样 其实这里还好 就可能我们去森林拍啊 或者比较偏僻的地方就可能会需要一点 我觉得Bitchy说得对 就在那种便利商店其实还好 因为它的阴气不会很重 拍鬼戏我很享受 自从有了那个 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的经验之后呢 我现在做什么我都不怕了 所以我拍这个我很享受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好 那你们拍摄到现在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灵异的事件吗 我们刚才在拍一场 因为舒凤姐她要离开了 然后就往前走 突然间我们看到背景有人走过 有人走过 可是我们出来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很恐怖 好 是我啦 是你 我想要帮你们制造一点悬疑感 对不对 然后你又讲出来 好 这段再来一次 好 那我们就演啊 看我们的演技好不好 好 再来一次 但是他们讲一部剧集里面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 是好事 是 这个剧会哄 对 会爆哄 是 我对于这种灵异的事故 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就像我听到一些声音 我就很不在意的 哦 应该是有人在那里吧 就直接走掉了 虽然我听说以前在 那个旧的新传媒 其实是有一位S小姐 她会在那里就是流荡着 然后陪伴着作业班的人 这样子 还好我没有经历到那个 你有过什么经历吗 我也没有 我就是跟她一样 不过如果要说灵异事件的话 我记得我以前14岁的时候 我在一个Chalet 跟我的朋友 朋友们都在里头看鬼戏 因为我怕 所以我不敢进去看 我就在外头自己烤肉 然后因为他们那种鬼戏 会发出很令人 毛骨悚人的声音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 捂住耳朵 这样子烤沙 你看过人家这样吗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听到呢 在我耳边 在我耳边就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 就是这样子 嗯 可是我耳朵是捂住的啊 我为什么还可以这么仔细的 听到那个声音呢 我马上大吓一跳 Sate都掉了 回去找我朋友 哇那个是吓得我 非常非常的深的一次 我曾经碰过的灵异事件就是 我回到家躺上床的那一刻 本来旁边应该是躺着我妈妈的 可是我开眼睛的时候 是一个超可怕的一个母夜叉的形象的人 躺在我旁边 然后开大眼睛这样吓我 你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 他这么靠近我 然后关上眼睛 然后马上念佛号 开眼睛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 然后后来他怎么走的 我过后关眼睛转去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有谁 我妈妈 重庆哥那你觉得 大家为什么要收看这一部剧 第一他比上一季还要恐怖 然后呢这一次的导演呢 我觉得他在雕戏方面非常的执着 看到鬼之前之后的那个表情 他都整理得非常妥当 非常的仔细 他对于演员的表演 是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他也会给我们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方式 导演在旁边是不是 默默地喷过去 嘿嘿 那瑞琪你跟这个导演合作过吗 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 但是就是年轻的导演比较好沟通嘛 哦 年纪比较大的导演有谁呢 我觉得这是一部呢 用尽了很多新鲜的作品 不只是演员们熬夜来拍摄 我们其实幕后呢有很多工作人员的 然后我觉得 人和鬼之间的爱情故事 其实是蛮罕见的 可以把一部灵异作品拍得如此甜蜜 肯定是非常非常有看头的 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嗯拭目以待哦 谢谢大家 你还没有回答为什么 需要说的他都说好了 对 但是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我觉得那个火花会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又是鬼戏 然后又有爱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剧集也很少做第二系列 有做第二系列就代表我们第一系列有多成功 然后这第二系列会比第一系列更可怕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期待这个可怕的指数 到底还有哪一种行业你要避免去做 你一定要收看 周公哲鬼之 行行又见鬼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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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再见 我在便利商店工作就是好错 am开启小铃铛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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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insane ��這里员 但是 小铃铛 湾